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氣化雷射 而亞和 Abs Mars 他們都是一次 打一整條這個光束 那今天飛塑雷射 它就是把一整條光束呢 把它分散成很多的点阵式微小光束 去把它打在圖祖上面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造成了傷口比較小 congratulations Tunis 美衣製的朋友們 哈囉美衣製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陳宇聰醫師 那我們都知道 膜皮治療是痘疤人的最終手段 但是真的每一個人 都適合使用膜皮治療嗎 我們適合使用膜皮治療的狀況 大概就是像是有 青春痘的嚴重的奧疤 例如說車廂型、冰架型 或是說今天你想要除痣 或是除一些凸的斑點 例如像是植肉性腳化症 像這種老人斑 或是說你有汗管瘤 甚至說你曾經有外科手術的 凸起傷疤或是外傷的傷疤 這些都很適合用這個膜皮治療 一般來說我們所謂的這些疤痕 它都是在增皮層 那可能外面的表皮層會有一些變化 那因為我們在受傷的時候 傷口在癒合的過程中 我們增皮層的這個 纖維母細胞會分泌這個 膠原蛋白還有一些成分 去促進這個傷口癒合 但是要是今天我們這個傷口 發炎太嚴重 那膠原蛋白它的生成 沒辦法很好 那萎縮了 甚至呢 增皮層有嚴重的纖維化的話 那麼它沒辦法癒合好 就會形成一個凹洞 那因此 我們要去治療這個傷疤 治療這些疤痕的話 我們的治療深度 一定要達到增皮層 那增皮層就有血管了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在治療 摩皮治療的時候 常常會有這個流血的現象 是這個原因 我們常常會講到這個 磨皮治療 大概可以分三種 一個是所謂的氣化雷射 那一個是一個磨皮手術 那第三個就是化學患膚 我們先來講氣化雷射 我們氣化雷射啊 常常講到就是這個 俄雅各和這個 俄雅化碳雷射 一個是2940奈米的波長 一個是呢 1600奈米波長 那這兩個的波長呢 水分很喜歡吸收 所以當我們的細胞裡面的水分啊 吸收到這兩個波長的光的時候 它就會被加熱被氣化 那就會造成我們的周圍的 組織的破壞 那這周圍組織被破壞以後呢 就會產生一個新的傷口 那新的傷口 它為了重啟這個傷口修復機制呢 我們就會產生這個新的膠原蛋白 那新的膠原蛋白去增生以後 就會讓我們原本凹陷的疤痕 再重新再漲起來 因為原本啊 我們已經的凹疤 它就已經是屬於一個 靜止不動的狀態的 因此我們必須要再用外力 去產生新的傷口 去喚醒它的整個 重新的修復機制 那改善這個傷疤 改善這個凹疤 那再來呢 就是磨皮手術 磨皮手術呢 就是比較傳統的 像是機械性的去 鑽我們這個摩的皮膚 就像牙根的電鑽 但是這是比較以前的這種方式 現在其實也相當少見 那再來化學換膚呢 我們就是使用一些 化學等力的成分 去腐蝕 去侵蝕我們的皮膚的表面 那造成一個 比較廣大範圍的一個傷害 那重新的那個 其中這個傷口求護 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所謂的飛桌雷射 它不是一種雷射 它只是一種 雷射光的這個 傳遞的方式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氣化雷射 耳雅和耳瓦碳 它們都是一次打 把一整條這個光束 打下來 然後直接 這個破壞我們皮膚 像耳雅科就是 起到淺層 那耳雅化呢 可以打比較深層 那今天飛桌雷射 它就是把一整條光束呢 把它分散成 很多的 點陣式的微小光束 去把它打在皮膚上面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造成了 傷口比較小 會腹齊比較短 但是由於它的深度 沒有辦法拿到這麼深啊 所以它對於那種 比較很嚴重的凹巴呢 它的效果相對來說 就會比較緩慢一些 那通常有些人會發現說 它在做完 磨皮雷射以後 那個傷口 第一個可能變成 白色疤痕 或是說 會有反白的傾斜 那這種白色的凸巴 通常可能是 雷射的能量 或是深度 掌控不大 所導致的 那磨皮雷射造成的 這個皮膚反白的話呢 通常可能 跟體質有關 也就是說 你的黑色素的功能 比較沒有那麼健全 那這兩種問題呢 要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觀察三到六個月 通常會改善 那磨皮雷射造成的 這個白色的Button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藉由 後續的磨皮雷射 或是飛縮雷射去做改善 那如果是反白的話呢 大多在六個月到一年內 會自己會改善 在磨皮雷射做完以後啊 第一週到第二週 它是一個傷口癒合期 這個時候 特別是前三天 傷口可能 特別容易會有這個 腎這個組織液 或是腎血的狀況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段期間呢 必須要做好這個 傷口的照顧 因此呢 會必須每天做好這個 傷口清潔 然後呢 給它附上一些人工的附料 去避免這個細菌的滋生 那接下來呢 二到八週 我們的傷口啊 它癒合以後 它的夾皮掉了以後 你會發現 怎麼傷口 還紅紅的 這是正常的喔 我們接下來 就會進入這個泛紅期 那在泛紅期呢 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使用一些 醫美的疏厚的保養品 那並且要注意防曬 在這個階段 防曬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防曬做得好呢 我們之後呢 就比較不會有這個 反黑的情形 那為什麼會反黑 其實呢 我們的雷射疏厚的 這個皮膚反黑 它跟我們這個 磨皮治療的這個 強度啊 或是深度 還有個人體質 或是你 防曬做的程度的不同 都有可能會發生 那這個反黑呢 大概會持續 三到六個月以後 會改善 那如果你想要加速 這個反黑的消失的話呢 我們可以做一些 美白導入啊 或是這個 雷射療程 或是一些 退瓣藥膏 或是一些術後的保養 去加速我們這個 阿蒙古伊雷射術後 這個反黑的這個改善 當我們還在屬於這個 傷口癒合期 夾皮還沒完全掉的時候 我不建議使用一些 阿酸類的一些產品 像是什麼 A酸啊 腺酸 火酸這些 以避免造成我們這個 傷口的刺激 那再來就是 喝水的話呢 其實喝水呢 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 帶去循環啊 讓皮膚保水度增加 比較透亮 避免暗沉 那皮膚呢 它比較不會乾燥的話 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 敏感發炎 因為如果呢 你皮膚出一個發炎狀態 其實也會增加 它這個反黑的機會 那再來就是美白錠 我們美白錠 雖然它可以抗氧化 還有這個 抑制黑色素生成的效果 但是呢 我們必須注意就是說 要避免這個 不用過量 以免造成乾身的負擔 美白錠呢 它並不是說 一吃就見效 也不要為了說 想要美白 想要急著美白 就一次就吃大量 最重要的呢 還是需要搭配我們一些 健康的飲食啊 我們的良好的生活習慣 運動 然後呢 最後就是防曬 其實防曬是非常重要 當這些東西 一起搭配的時候呢 相信啊 我們的皮膚呢 就可以達到你想要的 這個美白的效果 就是很像那個牙科 那個電磚去磨皮的喔 啊那個是以前 可能比較老一輩會使用的 像我是完全沒接觸到這種技術了 那麼今天的解說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記得按喜歡 訂閱 還有開啟我們的小鈴鐺喔 我們可以走 來回席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